IWC-3253Mk15的Speedfire限量版是1000隻 都是跟一些航空的事宜有關 我有很詳細的歷史 他本身在限量版的時候 跟著一個大盒 有一條頸巾 還有一本專書 那個歷史網上都可以看到 我就不在這裏淚述 也有限量版證書 超大的盒 當時我不是想緬懷過去的日子 而且十多年前也不是很長的時間 但現在手錶的限量是否很好反省 印多一張紙巾 成本不是多很多 但如果這樣跟著 買的人會開心很多 收藏性很多 如果讓我有機會做一張錶 我一定會做得更好 如果你覺得是收藏品 這隻Mk15的原型 這隻Speedfire的原型也是基於Mk15的 大小 39mm 轉了就是指數和針 這隻手錶當日出版的時候 指數的適應性很好 當然 針和面數的反差 我尤其是喜歡後面的路軌Dial 記住 大家買這些手錶的時候 不要買了不是乳製框 近年 見到甚麼手錶都很誇張 尤其是有些朋友近幾天 不知為何突然想說 這張紙巾不是配那張紙巾 有些人 買這張紙巾小心點 如果換了IWC Logo 那些紙巾 就沒有那麼收藏性 有一個折扣 有時在我自己的腦海2000年代的IWC 真的有很多經典作品 有時還講述Pilot 3706的計時 Mk12、Mk15的軍標 甚至乎是GST的系列 Deep One 很多都令你印象很難忘 但現在玩IWC 可能大家比較會記得的 這張紙巾是他的Big Pilot 你為何會這樣說呢 一隻Big Pilot 演化了幾十隻款式 可想而知是他現行 還是最多人買的款式 至於 轉了黑殼、追針、各種元素加落 似乎比不上 十幾年前那種味道 現在看到這隻IWC的Speed Fire 其實我自己不太好 因為我對於IWC的標誌 我本身就不太喜歡 這隻是一隻伏黑 我本書寫了的好像是 Mk11的樣式手錶 我寧願它是Mk11伏黑的樣式 我寧願它的標誌 小一點 不要太誇張 因為佔錶面 你看看 其實都是很大的 造成一種 你會經常看著標誌 反而不是 看著標誌 第一眼看上去 看上去大的標誌 這隻手錶 我自己是不太興趣的 而且我覺得 在自體的 因為它做得厚 我覺得油得不太 刀斑 不過 一些懷舊的LIMITED 都有它的收藏價值 好 看看 底部 我經常看見這些飛機 船長 令我想起零式戰機 當然不是這個 雕刻也很好做工 今天跟大家分享這隻 如果有機會 寧願買一隻圓形的Mk15 還要白面 多謝大家